热线12今日关注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关于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工作的新闻发布会 上海电动平衡车滑板车上路要罚 至天堂的妈妈 各位中午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潮东 首先进入今天的热线快报 2013年的7月1号 中国裁判文书网正式开通 截止到本月16号 网站访问量突破了20亿次 而就在昨天 中国裁判文书网手机客户端也正式上线 2016年8月30号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对于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工作的相关情况进行了通报 2013年7月1号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部署 全国法院统一权威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 中国裁判文书网正式开通 2016年8月30号 作为人民法院司法公开司法便民的又一项重要举措 中国裁判文书网APP手机客户端正式上线 同时正式发布了修订后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 此次修订 本着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的精神 确立了依法全面及时规范的裁判文书公开原则 除确实不易公开的内容外 人民法院做出的所有裁判文书 均应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 此次修订在不断加大裁判文书公开力度的同时 围绕如何减轻各级法院裁判文书公开工作量 降低上网裁判文书出错风险 强化对此项工作的经济化管理等 增设了一系列配套制度 修订后的文书上网规定 自今年10月1日起实行 为了引导全社会关爱女孩成长 8月26号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组织开展了 圆梦女孩志愿行动 让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8月26号下午 2016年圆梦女孩志愿行动西秀行 即西秀区创建幸福家庭爱心助学行动启动仪式 在安顺市西秀区文化中心举行 活动发出圆梦女孩志愿行动西秀行志愿者倡议书 鼓励更多志愿者加入到该项行动中来 安顺市卫济委向西秀区捐赠价值11万元的圆梦书屋 安顺市寄生协会为志愿者队伍授予旗帜 志愿者与受助女孩进行了结对子牵手活动 同时发放了创建幸福家庭爱心助学助学金 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 与100多名受助女孩进行一对一长期帮扶 将为这里的女孩们带去温暖带去希望 近几年我们主要是通过在县乡村 过去建立人口福利生育关怀基金 对这些贫困的这个女孩实施这些奖励辅助 对计划生育家庭这些实施奖励辅助 来帮助我们计划生育家庭 这些精准脱贫 同步小康 最近呢我们发现电动滑板车平衡车 成为路面上时尚炫酷的代步工具 但是按照我国道路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这些都属于滑行工具并不具备路权 那近日上海警方开始对电动平衡车等 违法上路的行为进行了集中的整治 晚上九点半 一辆行驶在华海中路上的电动滑板车被警察拦下 车主是一名代驾司机 这位代驾司机介绍 电动滑板车是他三个月前购买的 充满电可以连续行驶40公里 最高时速能达到每小时20公里 短短半小时内 黄浦交警就在淮海中路 新天地龙门路一带 处罚了三起电动滑板车平衡车 违法上路的行为 根据上海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第26条规定 电动滑板车不具有路权 不得上路行驶 平衡车也好 电动滑板车也好 实际上电信方面既不属于机动车 也不属于飞机动车 那肯定属于滑行工具 那滑行工具的话是有明文规定的 是不能上道路行驶的 只能在那种封闭的小区 或者不对外公开的一些场所来自己来 按照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对在机动车道使用滑行工具的将按上线 处罚款50元 而对在非机动车道使用滑行工具的 一律处罚款20元 作为短途代步工具 速度快体积小 是电动滑板车平衡车的优势 但是安全性能如何呢 记者分别做了体验尝试 这种电动滑板车 外形类似于滑板 通过电机提供动能 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0公里 电动的滑板车 不再需要人们去用脚来踏了 但是呢 速度呢 也要比自行车快很多 一旦入到崎岖不平的路面 就特别容易 发生翻车的危险 相较于电动滑板车 平衡车操作起来就更难一些 可能这就是平衡二字的由来 但是如果真到了大陆上 任何的外力都有可能 打破这样的平衡 据相关测试 在每小时18公里的时速下 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电动滑板车 手指刹车的反应时间是3秒 而平衡车 依靠身体后倾刹车的反应时间 更是长达8秒 工程师也坦言 目前电动滑板车和平衡车 缺乏相应的行业标准 可即便是限速 滑板车的安全性依然无法保障 A5年7月21号 上海的郑某驾驶电动滑板车 因刹车不及时撞倒行人 被撞人员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这是一辆非交通的工具 那么也就是说 采用或者是使用非交通的工具 致人死亡的话 那么当然是不受 这个交通肇事罪 这样一个法律的 这个所规定的范围里面 因此我们是最后是认为 它是过失致人死亡 这样一个刑法的另外一个罪名 法院最终宣判郑某过失 致人死亡罪成立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 郑某还需承担民事责任 赔偿死者家属65万元 来看今天的寻人信息播报 如果您有需要寻找的人 可以登陆宝贝回家官方网站 录入相关信息 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官方微信 可以查看到更多的寻人信息 吴逝征 男 1988年8月24日出生 1994年12月15日 于黑龙江省加格达崎区 火车站货物处附近失踪 体貌特征 一个发学儿 单眼皮 失踪时身穿深蓝色羽绒服 红色帽子和围帛 爸爸名叫吴继龙 在木材检查站上班 妈妈名叫白英芝 知情者请联系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宝贝回家接待群QQ号码 1840533 寻找亲人可以联系当地公安机关 采写检测DNA 输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这一过程中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好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中华慈善日 特别节目温暖上学路 张佳佳家里虽然清贫 但是每天都很快乐 可就在两个月前不幸降临了 一场意外改变了这个家 也打破了佳佳的上学梦 她妈妈是在来这么确实的 满烧11点 11点40 如果她当时 不来接受我的话 她也许还活得好好的 这里是甘肃省静宁县的一个小村庄 在这个小村庄里 遗留着一片古老的土城墙 而在这片土城墙下 住着一户虽然清贫 但是却完整幸福的家庭 静宁县取名安静宁密之意 这座宁静的小城 距离省惠兰州 约300公里 这里四周群山环绕 常年干旱少雨 农作物产量并不高 这里也被定为国家级贫困县 墨家找家了 墨家日前一里客人 墨爸 墨妈 墨内和两个姐姐 墨家每天都过着快乐的日子 库宁我就两个月前变了 毕业前我总觉得家里 家里很完美 真的 觉得很完美 因为妈妈的原因 张家家的心里 埋下了一个很深的心结 家家的妈妈 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没读过一天书 不识一个字 但她却用勤劳灵巧的双手 操持着整个家 也用一言一行 教育着自己的孩子 我从我大中年出生的时候 就一直在那里 一直就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我在那里一直也不管家 家里面就是她一个 比例外大点的 我第一次做饭是在小学五年级 她就在一边教我 我就在一边做 第一次做的饭真的很难吃 我不知道当时饭如何 因为妈妈是第一个常的 我好吃吗 她说很好吃 我常常说 挣得很难吃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 说好吃 我现在才明白 她那时不想打击我的自行星 让我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让自己可以在以后的生活中 遇到困难不要放弃 家家的梦想 是将来开一个小吃店 为妈妈做她爱吃的糕点 她想 或许像妈妈一样 平平淡淡地过一生 也是幸福的 但没想到 噩耗来得太突然 2016年上半年 距离家家中考 还有不到一百天 由于学习任务重 学校延迟了晚自习的时间 学校的校长 她说 学生回家 通教生不安全 于是就让家长接送 那一夜 家家像往常一样 等在学校门口 妈妈照例骑着 每天接送她的自行车 行走在路上 一切都看似 那么平常 但这一夜 她没等来妈妈 村里来人告诉家家 她的妈妈在路上 出车祸了 家家的妈妈被紧急 送往了医院 经过检查 并无明显外伤 她从车轮下 捡回了一条命 回家休养一个月后 家家的妈妈 开始出现头疼的症状 那天下午去头疼 我以为她就是感冒的 她卖了点药 她好像有点不疼了 第二天早上去 她又头疼腰 我就直接去拉到检业院去 短短的一个月 妻子再次入院 家家爸爸感到强烈的不安 经过检查 家家妈妈被诊断为脑膳 颅内压增高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刚逃离死亡线 又进了鬼门关 家家被吓坏了 因为病情危重 必须尽快手术 但当地医疗条件有限 家家的爸爸带着妈妈 连夜转移到了兰州 而家家留在家中 照顾八旬的奶奶 和十来岁的弟弟 远在山东上大学的大姐 正连夜赶回家 如果他有一口就在 我把它继续拉到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过十几天的治疗 家家的妈妈最终没能挺过难关 还是离开了人世 这天 家家爸爸正在医院处理事情 突然接到了学校老师的电话 经过一系列检查 家家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造成他晕倒的原因 是积蓄在心里的巨大悲痛和压力 他们的人多 他们不知道 不知道我母亲居住 他们都在问我为什么没小学 我不晓得他们说 老师同学说 只要自己坚持 一定可以度过 但是他们不知道 他们只是别人 他永远停 他永远停 我不知道我亲近 每次开家找我呀 他们都也拜托妈妈 拜托我们一样 真的很没事 在医院醒来 家家以为 那个每次生病 都会守着自己的妈妈 依旧会在 可如今物是人非 小时候一生病 妈妈就在一边 陪着我 我在想 如果 如果可以 我可以陪着妈妈 一起去走 我不一样 在这里 我妈 下早了 天午和大姐 哭得很 我儿子 日上都没有哭 我知道 只是她心里哭得很 对于妈妈的这次意外 家家认为 自己是罪魁祸首 也因为这次重创 导致她中考 严重失利 没能考上高中 种种打击 让原本就内向的家家 更加不说话了 她给世界按上了静音键 把自己封闭在了黑暗里 这是家家的妈妈生前种的花 由于家里条件不好 这些花都不是一盆一盆买来的 而是家家的妈妈用一粒粒的种子 和一分分的耐心来浇灌她们 发芽 成长 开花 但今年 还没等到这些花而绽放 家家的妈妈就先离开了 平日里这些花都是 家家的妈妈来打理的 家里其他人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现在他们很努力地去照顾这些花 但是还是有一些花枯败了 而就如同这些枯败的花一样 这个家里的生气 也在一点一点地消失 这些花枝败的花枝败的花枝败 这些花枝败的花枝败的花枝败 帮上跟她不说话 感觉陌生得很 爸爸讲实 我们基本上跟她不说话 因为我们跟她说话 她很容易发脾气 她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么不难办 她为什么会我们跟她想要天使 她会打断我们 甚至说多了她会很生气 从来不明白 刚吃完午饭 张虎斌急急忙忙出门了 又到了每月还欠款利息的日子 因为家家妈妈的病 家里花光了所有积蓄 还欠下了十余万的债务 眼看大女儿即将开学 学费 生活费 路费 一大笔开销 单凭自己打零工是完全不够的 今天她只能厚着脸皮 再找朋友借点 他们三个生下以后 基本上就是我妈 她奶奶跟她妈 拉起来了 我今天很少管她 现在他们到了有时候 他们与他们的私人 有时候跟我交流起来 好像是有点陌生的 好像有话有跟我说 但是到这边还不想说 因为常年缺乏交流 张虎斌不知道怎么和女儿开口 不知道该从何聊起 更不知道怎样才能化解女儿的心结 作为一个爸爸 我觉得我没有尽到当爸爸的责任 但是我有个家庭不允许我坐在家里面跟他们交流 我必须出去打工 你过了家过不在外面 过了外面过不在家 我没见某一口上高中 年轻人难受得很 我讲你精致也不太好 我二届说着你也不想念事了 你也想去大工 不贴家门 我知道了 你只是很想念事 你还笑口上做后系列大学 张虎斌知道 女儿为这个家考虑的太多 她担心家里的巨债 担心地里的农活 担心年迈的奶奶 但她却从未想过自己的未来 当地政府得知了张佳佳一家的情况后 为她申请了授予计划资助 除了国家政策下免除的学费 这个项目还会提供助学资金 她再也不用为费用担忧 在如此诱人的条件下 家家还是犹豫不决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要继续上学 考虑好 去年年底 奶奶生病 她的一只眼睛已经失眠 另一只眼睛也看不清东西 如果我们去都上学的话 奶奶一个人在家里 而且身体不好 如果出意外的话 真的我没有办法接受 妈妈是因为我去的 我担心奶奶也会像妈妈一样 离开我 不想再让她们春生这些 面对家里的绝境 家家还是选择了辍学 奶奶当时真的很生气 她说家里的不担不需要让我承受 她只希望我自己在以后的人生不要后悔 我当时想我自己的人生还有希望 一大早 张虎斌就叫醒了女儿 说要带她去一个地方 她知道解灵还需细灵人 我希望就是她把自己的心结打开 好好念说 不想让她在心里面 带这么多的负担 张虎斌带着女儿来到了家对面的山上 她知道家家一直不敢独自来这里 或许作为爸爸 这是她唯一能做的 那是一个秋天 风味那么缠绵 让我想起她们 那双无助的眼 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 我听到一声巨响 正车山谷 儿子 两位 儿子 试试 她用她的双肩 托起我重新前面 黑暗中泪水 沾满了双眼 不要离开 不要伤害 我看到爸爸爸爸 就这么走远 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界 不知道未来 还会有什么贡献 我想要紧紧抓住她的手 妈妈告诉我希望还会有 看到太阳出来 妈妈想要天亮了 这里是小珈乐的秘密基地 她经常带着她的小伙伴来这里玩耍 看夕阳 看大山 就在那边的远方 小珈乐的妈妈 永远地长眠在了那里 她一直都想带她的二姐家家 来到这片群山当中唯一的开阔地来散心 在她的心里 她一直希望她的二姐能够打开心结 能够走出悲伤 她一直想找回那个曾经天真快乐的姐姐 我觉得小珈乐的这个愿望 很快就会实现了 因为当佳佳 独自站在她妈妈的坟前 流下眼泪的那一刻 她的泪水 一定已经化开了她心中的结 流入了那片只属于她母亲的土地之中 而她也一定会慢慢地走出悲伤 她会带着一个全新的自己 去迎来她全新的生活 而这里也将永远成为小珈乐的秘密基地 就在这里 她用她的方式思念着她们的母亲 家家最终接受了授余计划的帮助 她的爸爸决定不再去外地打工 忙完农活后 张虎斌又去了县城工地打零工 虽然负债累累 但她希望靠自己的双手为儿女撑起一片天 让他们也能享受同龄孩子该有的快乐 即便看似如此困难 为了这个家 她始终在坚持 自从妈妈走后才明白 原来家里的一切费用需要 她去努力挣 看她这样我才明白 爸爸并不是不想与我们 不是不想多抽时间陪我们 而是多抽时间挣钱 为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项目里确实是一项非常好的工艺事业 是一个慈善的项目 主要是帮助学生 北拓学生目前的这种思想的困境 能够对未来梳理自信 能够看清未来发展的这种方向 从一三年开始至今 这四年时间 我们总共是基础的73名学词 大致我们凭空机区 与其一下凭空家庭 持高它的文化素质 同时能够有一个可持续的 比较稳定的今年途径 通过这个途径 我们能够学到它的实用的 像这个一季子潮 在授予计划的帮助下 今年8月16号 佳佳回到了学校 继续她的学业 她选择的是护理专业 而这也是她从小到大以来 一直的梦想 在这里我们要衷心地感谢 社会各界对佳佳的帮助与爱心 这是中华慈善日特别节目 温暖上学路 让我们明天继续 好 先来介绍一下 到场的两位嘉宾 这位是中华职业教育社 副总干事杨农 杨老师欢迎你 这位是各位的老朋友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授予计划秘书长高继辉 欢迎你 我们看到这个嘉佳 她已经上学了 的确是心存感恩 但是我们也觉得 她很难从原来的痛苦中 一下就解脱出来 那是不是我们对嘉佳的帮助 到这儿不是搞一段落 而是应该继续呢 高秘书长 针对嘉佳的情况 我觉得我们采取多种方法 第一个我们现在 先制度她上学 必须让她有学上 这是第一步 第二个呢 我觉得我们也会请 我们的一些老师 专业方面的老师 对她进行交流 沟通 这样一来 把她内心给打开 这样来让她能够快乐地 生活着或者上学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我们想针对嘉佳的这个情况 我们还有别的想法 我们想的就是第一 对她的弟弟啊 我想对一些帮助 哎呦 小弟弟 这个好 那么帮助她 又一块新病没有了 主要是帮助她小弟弟 将上学期间的生活费 这方面我们给她一帮助 包括这是其一 其二个呢 投入情况 我们也可以为嘉佳这个家 发起一个众筹 我想呢 多元的对她进行一个帮助 我也特别希望嘉佳啊 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 能够真的让自己的心 放开阳光的快乐的上学 对 杨老师 到现在为止 我们对这个授予计划 认识的越来越清楚了 它真的是精准扶贫的典范 那授之以鱼 不如授之以鱼 您对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首先真诚的祝福张佳佳 通过张佳佳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大家就重温一次 我们中国人熟知的这样的一个 古代的成语 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鱼 因为张佳佳从此之后啊 就会接受特定的职业教育 而且通过能力的提升啊 实现就业乐业 也实现授予计划本有的宗旨 对那授予计划和其他的那些 公益的项目相比 您认为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它最主要的表现在 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呢 授予计划是社会组织 配合中央扶贫攻坚战 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项目 它能够实现精准扶贫 因为它完全配合的是扶贫攻坚过程中 政府系统建党立卡的那些贫困家庭 第二个呢 就是它有很强的有效性 有效性主要是体现在啊 让孩子掌握一门技能 掌握生存的能力 实现终生的安身立命 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提升 第三个呢 这个授予计划还要对参加项目的孩子 实行长期追踪的定向培养 这种培养啊 长达五年 真正实现了工学一体化的 这样的一种学习模式 最后一条呢 我觉得呢 它还有很重要的教育改革的 这样的一种内涵 也就是说 它跟企业跟工作 结合得非常紧密 最后使它五年培养之后呢 它能够优质地就业 同时还达到了大专的文化程度 对 机会再给介绍一下 授予计划近几年的成果 授予计划从成立三年以来 已经帮助到了近五千学生 包括今年啊 到2016年今年达到了将近五千人 在新城买一所大房子 我们已经是开开心意的婚儿子 带爸爸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还有大师to 在新城买四千年之后 在新城买四千年之后 所有国家人对八千年之后 去看外地买四千年之后 在新城买四千年之后